您即将看到的一切属于一个史前时代的遥远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们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 独具匠心的改造能力 以及超越时代的艺术天赋 他们行走在世前人类通向自己美好未来的荆棘之路上 现在请允许我们通过大大的猜想与之接近 因为那曾经真实的一切仿佛神话 公元1973年 中国南方的浙江省发生了一件大事 住在瑶江岸边的村民在修建水利设施的时候 与一个史前时代的巨大遗址迎面相遇 随后展开的抢救性发掘 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的历史课本 从此课本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 何姆渡 何姆渡大发现 意味着破解中国南方史前时代的一系列不解之谜 成为可能 下面就让我们穿越时空 去寻找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虚构人物 我们假设他生活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的荷姆度 而关于他的所有猜想都来自三十多年前 那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从中我们能够推测出他吃过的食物 穿过的衣服 用过的工具 甚至经历过的许多事情 我们还要按照现代人的习惯 为他取一个名字 何 我就出生在这片沼泽旁边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许多同类以母亲的血缘为纽带 聚集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里 这片水面经常毫无征兆地涨落 而这一次 我彻底失去了房子 也许他离水实在太近了 但我们谁都离不开水 因为有了水 我们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 并远离山林里的梦兽 在每天太阳升起的方向 有更多的看不到边际的水 河曾经看到过的那片更大的水 今天被他的后代们叫做东海 而夺走他房子的深层原因 是一种叫海境的自然现象 这一现象在七千多年以后 被科学家们证实 从一层层清晰的海水侵蚀的界限中 我们似乎能够看到 许多祖先命运的分水里 我现在只想重新建起自己的房子 因为雨季就要过去 我会一天比一天感到寒冷 作为部落里最有力气的年轻人 我不想麻烦任何人 上山之前 我从一个经验丰富的匠人那里 换来了一把石斧 这就足够了 在今天的和母渡博物馆里 陈列着很多史前人类亲手磨制的戾气 那穿越千年的闪闪寒光 至今仍射人心魄 他们似乎在不断提醒着 从面前走过的现代人 请不要低估了祖先的力量 人类花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 来完善自己的居所 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 现在回到我们的故事 何所遭遇到的变故 想必对于任何时代的人类都不是一件小事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新建起自己的房子 鸟儿将房子盖在很高的地方 地上的动物几乎无法到达 他们永远不会担心房子被水冲走 我忽然想起部落里的老人们曾经说过 我的祖先就是把房子盖在树上 我必须马上回到部落里 我要让所有人都和我一起来完成一个伟大的计划 他们将看到一座离开地面的房子 部落里平静的节奏正在被一个激动的年轻人打破 此刻那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已经完全占据了核的大脑 他不知道许多年以后 一个叫牛顿的年轻人同样是坐在树下 悟出了对全体人类都至关重要的理论 然而生活在七千多年前的核 却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 因为这个大想法对于一群史前人类来说 似乎有些太难了 就在和滔滔不绝地向大家描述自己的想法时 有一个人始终在平静地关注着这一切 我们叫他古无 他是部落中无所不能的匠人 也是这里除了士族首领以外最有威信的人 不难想象匠人在史前人类族群里 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 我突然发现 没有人能够马上理解我的想法 这些平日里勇敢而热情的人们 此刻反映冷漠 他们大概觉得 我设计的房子不够结实 但是千真万确 我的头脑中已经有了房子的轮廓 我要把它建在一个巨大的 用树木支撑起来的平台之上 上面遮风挡雨 下边远离水草和虫蛇 很显然 核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帮助 生存在史前人类的族群里 合作是完成任何事情的前提 我决定鼓起勇气 去整个部落里最有威望的匠人那里 寻求帮助 他聪明的头脑 是整个部落的骄傲 人们常常用各种动物的骨头和皮毛 从他那里换走结实的容器 或者锋利无比的工具 而他乐此不疲 从来都不愿意停下手中的事情 结果又是令人失望 匠人对我的想法同样没有任何反应 匠人鼓几乎整天待在他的作坊里 他常常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 部落里的人从不敢轻易打扰他 只有一个小女孩例外 何所处的母系氏族社会里 孩子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他们大多被舅舅或者外婆带大 这一点即便是氏族首领也不例外 我们为这个美丽的女孩取名叫凡 凡的母亲是整个氏族的首领 古的姐姐 和所有幼年时期的人类一样 凡对身边经常能见到的动物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凡绝不会想到 这个一时兴起捏成的小猪 今后会成为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不朽珍宝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这只小猪身上 得到了一连串至关重要的信息 他直接向今天的人们道出了 人类训养家畜的原始细节 我简直不能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次鲁莽的冒险 这天氏族首领专门召集大家讨论这件事 我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众人面前 重复自己的想法了 但无论我怎样保证 就是没有一个人相信 沉重的房子可以被支撑起来 离开地面 他们认为连经验丰富的匠人 都没有把握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成为现实 很快那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人 和他异想天开的天才构思一起 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部落里恢复了平静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比较习惯于用采摘和渔猎的方式 维系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时期妇女要在未成年之前 就学会采集和选择优质的食物 幼小的凡在舅舅谷的带领下 很快就对一种可以成为主食的植物 非常熟悉 他知道 大人们正在将这种植物集中保护起来 让他们在部落的旁边大片生长 七千多年以后 凡亲手捡起来的植物重见天日 而且数量惊人 考古学家们发现 今天饭桌上的米饭 早在七八千年以前就开始被中国南方的祖先们 在日常生活中享用了 随着发掘的深入 和姆渡部落曾经生息繁衍的地层中 出现了数以吨计的稻谷 这个名副其实的稻米部族 一夜之间震惊中外 尽管人工种植水稻 在史前时代的传播过程 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但是和姆渡出土的一切 完全可以让我们轻松地想象出 七千多年以前 这群安家在东海之滨的人们 每天呼吸着没有汽车尾气污染过的新鲜空气 饮用着没有工业废料侵扰的清洁水源 盘中的食物以海鲜和稻米为主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这一切都是活生生地令人羡慕的事实 了解了河的部落 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那个被人遗忘的年轻人 开启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计划 而他永远不会知道 自己所做的一切将被后人铭记 我必须开始行动 虽然现在来帮我的人不多 但要不了多久 人们就会看到我的新房子 南方的雨季如期而至 联眠的雨水使得室外的很多活动被转移到室内 用火也不例外 而这一次将人谷的作坊也遇到了麻烦 大火被熄灭之后 聪明的将人并没有怨天尤人 谷决定从这次火灾之中仔细总结 寻找出一个在室内生活的解决方案 数千年以后的1973年 考古队员修复了一件从遗址中出土的奇特器皿 比他的样子本身更为离奇的是 一位曾参与发掘和母度遗址的考古专家 八十年代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的时候 在一处民居的厨房里 竟然看见了一件几乎与他一模一样的东西 当时他的主人正在用它做饭 匠人们的伟大发明远不止于此 在古的作坊里经常会有猎人 送来一些猎物的骨头 其中有很多是六七千年以前 与人类同时存在的巨大的哺乳动物的肩胛骨 骨常常仔细端向这些能够支撑起巨大体重的骨头 最终聪明的人类发现了这些骨头更为重要的用途 核五度遗址的发掘过程从1973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1979年全部结束 考古队在跨越千年的各个时期地层里 发掘出大量经过仔细打磨 而且形状相似的骨器 人们很快发现 这些骨器竟然是史前人类用来翻耕土地的工具 在七千多年以前的合亩度 原始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磊四已经出现 颇具规模的农业生产 已经成为和亩度人的日常生活 我的构想正一天天接近现实 在这片世代居住的大沼泽旁 很快就会出现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子 核的自信随着族人的不断加入 而变得越来越膨胀 他坚信自己的实验即将成功 而整个氏族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 他指挥人们从附近的山林里 运来大量的木头 然后用锋利的石器 将它们变成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木桩 砸入地面 他们用柔韧的藤条 捆扎起巨大的木梁 用干燥的芦苇 编织成厚厚的墙 其实我已经发现 就在我们忙碌的时候 匠人曾经远远地出现过 虽然没有人知道 古当时在想些什么 但后来的一切证明 有经验的匠人 在任何工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 大家在我的引领之下情绪亢奋 我不断地告诉每个人 我们的杰作是多么地与众不同 它能够使我们远离潮湿的地面 和危险的动物 使我们永远不必担心上涨的潮水 而且接下来我还有更为宏大的想法 假如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一定会看到在七千多年前的某一个时刻 就在今天中国浙江省 一个叫和姆渡的地方 一群十千人类正在忙着 建造他们最新设计的房屋 而在那一刻 房屋的设计者无比骄傲 随着房子的轮廓越来越完整 它也越发引人注目 显然此时的我 已经是整个部落的焦点 不久以后 和姆渡人看到了一个全新的 奇特的房子 它的样子 甚至令那些亲手建造它的人 也感到十分特别 我成功了 我要感谢大帝 为我提供了石头 感谢山林赐给我木材 还有那只给了我灵感的小鸟 我要将这样的房子连在一起 把整个部落都放进去 把整个部落都放进去 他们每一个都经过石器的修整和打磨 以至于在当年刚刚被发现时 当地老乡们执意认为 这些粗大而精致的木头 是古船上的桂杆 最终专家们得出结论 这是一排排宏大的史前建筑遗迹 他们曾将一个繁盛的部族 从地面吐起 在遗址当中 考古队员也找到了这里的主人 我们从那些化成石头的面孔背后 不断感受到来自史前的目光 令我们无比好奇的是 在数千年以前 他的眼中究竟出现过怎样的房屋 又是谁建造了他们 请不要认为何的故事就此圆满结束 史前人类的每一点微小进步 几乎都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 才获得的 我一夜之间变成整个部落的罪人 因为我的新房子 一个小女孩成为牺牲品 族人们埋葬了被倒掉的房子 砸死的女孩 然后将我从他们中间赶走 在原始部落时代 每一个健康的劳动力都弥足珍贵 何况是一个将在若干年后成为母亲的女孩 她可以为氏族生产更多的劳动力 有证据表明 那时的人们绝不会原谅犯下大错的同类 他们甚至会将惩罚 直接强加在犯下错误的肉体之上 今天在和母渡遗址博物馆中 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五岁女孩的遗孩 安静地沉睡 正是她让我们联想到那个令和无比悲伤的孩子 我的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 我没有对木梁之间进行更好的加固 而且打入地下的木桩也不够深 不够牢固 故事讲到这里 那个拥有天才梦想的年轻人 连同她的突发奇想 注定将随风飘逝 在她走后 和母渡氏族还会为后人留下怎样的传奇 连她也不得而知 除非时光倒流 让和回到未来 您即将看到的一切 属于一个史前时代的遥远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们 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 独具匠心的改造能力 以及超越时代的艺术天赋 他们行走在史前人类 通向自己美好未来的荆棘之路上 现在请允许我们通过大胆的猜想 与之接近 因为那曾经真实的一切 仿佛神话 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一个巨大的史前部落遗迹 在中国南方的鱼瑶和母渡重见天日 数不清地穿越千年的物证告诉世人 七千多年以前 这里已经有人在种植稻谷 训养家畜 营造房屋 雕琢器物 而他们的奇思妙想与坎坷人生同样曾经 真实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孤独的可怕 我很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想法和鲁莽行为 在我设计的新房子倒掉之后 我被赶出了自己的部落 温暖的火光照亮那些熟悉的面孔 让和感都更加孤独 由于他异想天开的失败设计 现在的他早已不是众人眼中的英雄 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 我很饿也很疲惫 夜里捕不到鱼 更不敢进山打猎 除了这里 我现在无处可去 我只想找到一些吃的 何的天才想象 最终出现在他饥寒交迫的梦境里 那个因为他的房子而死去的孩子 带他来到一座巨大的建筑面前 我敢保证我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一切 木头与木头之间严密地衔接着 纹丝不动 粗大而坚实的木桩被深深地砸入地面 将巨大的房屋支撑起来 使用这么多的数目 一定会耗费很多的人力 看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这是整个部落的杰作 在河的梦境里一定还有部落里 那些他曾经熟悉的面孔 其实和最希望自己的梦想 得到族人们的共同见证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 和梦境里所出现的一切 的确真实地存在过 根据和梦度发现的建筑遗迹 可以推算出 当时房屋的长度超过二十米 近深达到七米 而且房子周围又长长的回廊 这种建筑被后代称为甘蓝式建筑 直到今天 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偏远地区 还能找到他的影子 好奇怪 我身边的人们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房子也不建了 刚才的感觉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梦 不管怎样 现在天快亮了 我必须离开 在和生活的时代里 被部族抛弃的人很难独立生存 他们或者沦为其他部落的俘虏 或者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遭遇凶猛的动物 由于失去了部落的信任 河必须独自受猎 因为他需要食物 以及那些能够制成工具的骨头和牙齿 那些能够制成工具 尽管 王兰 又千文字 由于在位置 食物 食物 为家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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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自己 死亡即将来临 但我还是奋力地张大眼睛 最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的脸 这难道又是一个梦 和最后看到的一切并不是梦 那个孩子是我们为他的死 找到的一个见证人 他叫童 住在距离河的部落七公里以外的地方 那天黄昏 童看到一些人 将那个被野兽重创的人抬走了 时光飞逝 童成为了一个勇敢的猎人 这片大湖是我们氏族的领地 蜿蜒的水路连接着其他几个乡邻的部落 我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 能够熟练地将我的独木舟滑到更远的地方去 驾驭交通工具的本领 是年轻的童具有了吸引异性的更大资本 此刻我们无需讨论史前时代会不会有爱情的存在 仅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各种精美饰品中 我们就不能感受到 那曾经洋溢在七千多年以前的浪漫情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次短暂的约会之后 童都必须赶回自己的部落 一颗他珍藏多年的兽牙 成为了见证古老爱情的不朽心 故事回到河当年生活的那个部落 匠人古变得更加衰老 此时他已经很少没日没夜的劳作 而是更喜欢在器物上雕琢精美的图腾 而凡也已经长大 诗过境迁 河的故事也许早已被氏族里的人们忘记 然而在古的脑海中却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 那就是当年那个莽撞的小伙子 建防失败的真正原因 最终古屋经过反复试验 找到了一种看似需要破坏木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发现将巨大的木梁顶端牢牢地镶嵌在一起 而不是仅仅靠藤条的捆绑固定 房子的主体结构自然会更加稳定 不必再担心藤条玉水或者曝晒之后出现问题 数千年后 人们在河姆渡遗址当中看到了古的杰作 许许多多的木构建筑上面 留下了大量打磨切削的痕迹 人们惊讶地发现仙民们早已熟练地运用斧子 枣子 蝎子之类的工具制作损某部件 只不过这些工具几乎都是石头的 其实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 一个七千多年以前的匠人 究竟会继承并留下多少创造与发明 但他的人生一定是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中 自豪地结束 这种崇敬的目光穿越历史 一直传递到我们的眼中 古屋死后 樊与他的情人同 仍然过着巨少离多的日子 尽管两个部落相隔不远 让他们相互思念 很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但谁又能完全否定 在某一个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母系氏族里 原始的爱情正在悄然蒙发 我的生活就是追逐猎蝎 守卫家园 我们想尽办法将巨大的动物 赶入深浅莫测的沼泽当中 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死去 公元2003年 人们在距离荷姆渡遗址七公里的田螺山 发现了铜的部落 他们有着与河姆渡十分相似的遗迹 甚至有更加巨大 并经过精细加工的房屋基础 田螺山遗址的丰富程度令人震惊 我们从大量巨大的古代动物化石背后 看到了这个与河姆渡同时存在过的不足的巨大力量 这里的一切再次让今天的人们浮想联翩 优优独播放 凡最终成为整个氏族的首领 而他的母系氏族将在若干年后逐渐瓦解 演变成以腹系血统为核心的氏族 并很有可能追随着人类社会 逐步演进的大趋势延续至今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但我还有一个年少时的梦想没有完成 我要将独木舟滑向远处的那片无边无际的水中 我想知道对岸的一切 在即将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记起了许多年前曾经看到的一幕 而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个死去的猎人 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去追赶羞猛的野兽 他的脖子上有一个精美的兽养 让我爱不释手 还有那些把他抬走的人 他们带来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长大以后 我把那颗兽养送给了他 同离去的方向 也是整个河姆渡 与田螺山氏族的一个未解之谜 因为在考古现场 一切线索从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 戛然而止 而今环太平洋地区的考古发现 不断提供着令人关注的线索 他们似乎正在各个方向上 拷问着这群史前人类的去向 世俗首领凡 指挥整个部落展开了浩大的功臣 可以肯定的是 当时的他们运用了先进的施工方式 和大量精巧的工具 他们也亲手改变了 中国南方史前时代的地平线 和姆渡大发现 向现代人证明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 曾经出现过一个 以新石器命名的时代 那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艰难阶段 正是由于不断适应环境 和努力创新 史前人类的后代们 最终主宰了整个地球 假如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 把七千年前的某个瞬间 与今天重叠在一起 我们想象一下 和姆渡人的脸上 会出现怎样的表情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的部落突然消失了 但是在一百步以外的地方 却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大房子 我可能又是在做梦 我看到了一个不会动的自己 被摆在那里 我简直不能相信 旁边还有更多有趣的东西 究竟是谁将我们用过的和吃剩的东西 一件一件洗干净 放进透明的大罐子里 他们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更奇怪的是 我看见一个人在透过闪光的东西 向透明的大罐子里面看 他似乎从来没见过我用的木毛 好危险 但愿我没有被他发现 看来我应该离开这里了 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明白 这里究竟属不属于我 北京是庄国的少主 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情 我们爱北京 我们爱北京 我们爱五星红旗 我们爱五星红旗 今天的人类已经准备把自己送上火星 却永远无法回到那个美丽的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